Hello 大家好 我们手里拿到的就是华为刚刚发布的P50 Pro 这次包括药精黑 血浴白 可可茶净 浮小粉 以及一个比较特别的联谊云波 加起来一共五种配色 屏幕方面用的是6.6英寸的OLED屏 插进率为120Hz 共产量率300Hz 支撑10.7亿色显示 后置相机包括5000万像素的彩色镜头 4000万像素的黑白镜头 13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和一颗6400万像素的前望长焦镜头 这次华为P50 Pro用的是麒麟9000芯片 可惜的是只有全网同四季版本 总统组合包括8加128GB 8加256GB 8加512GB 以及最高12加512GB 续航方面它的电池容量是要比上代稍微大一点点 达到了4360毫安时匹配6-6吧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次它的包装盒内是不附赠充电器的 所以后期可能得额外购买 其他上手的第一感觉是这代机器其实是相对比较轻薄的 在6.6英寸这样一块屏幕的前提下 将机身重量控制在了195克 然后厚度也只有8.9毫米 另外由于前后是有一定弧度的 实际你看起来要来的更薄一些 价格方面这次手价是5998 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些快速上手 后期会做更为详细的评测文章 也希望大家关注极客视卷 谢谢